我的初恋是我爸偷看我 簡訊的時候發現 而且那時候我正在跟我男朋友 聊一些新山色嗎 的話題 然後我爸就有點嚇到這樣 但他沒有阻止我啦 他就跟我說年輕的時候 交朋友無妨 爸爸就是裝作事兒不見 也不是說發現的吧 因為是我主動跟我媽媽說的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爸講了 我爸就默默地問了一句 有沒有錢 很生氣 就覺得學生應該要好好讀書 不應該談戀愛 我爸爸說要去學校找我男朋友 跟他談判 就是很可怕 我就說 就是我已經大了 我不會跟他分手 就是我還是會兼顧好我的課業 國中 他們就說我還太小了 還不要這麼快交男朋友 出殺 才一兩個月怎麼發現 開始知道就是 我有男朋友的時候 他們是蠻開明的 那而且他們也蠻搞笑的 就是直接問我說 他們可能要考慮一下以後 要就是什麼時候要幫我準備一些防範措施等等的 阻止我談戀啊 就是我媽跟著我下課的時候就一直跟著 在我的後面偷偷地跟著我 然後放學每天都在小門口來讀我 就來接我 就特別的慘 就那時候懵懂 因為FB媽媽爸爸媽媽都不會看 好穩定交往 然後結果就碰到FB就被媽媽看到了 原本我跟媽媽一起睡 然後他就叫我一個人去睡 然後我就很難過 哭得很久 就發現自己的床很好睡 初三的時候吧 可能有知道一點點吧 但是我感覺他們沒有明說 但是有暗示的感覺 你在學校要注意一點 要幹什麼幹什麼這樣子 國中某一次就是放學的時候 就是偷跟他 就是在偷腦上牽手 然後就被隔壁班班老看到 然後就把對方家長跟我爸媽都繳來 然後我爸媽才知道 然後我就要寫回過書什麼 還要罰櫃 就是直接櫃在學校 就很慘 小學媽媽那時候沒有手機 就是那種小鈴通 然後發那種小短信 然後我媽就問誰啊 如果說誰誰 就說人家追你哪兒去吧 交往大概六個月之後 然後某一次吃完飯 有問到說 阿妹妹有沒有交到那朋友 那我就很自然地說有啊 我媽媽知道之後 就做一點點簡單的身家調查 那個我初二那會兒 我談戀愛被我父母發現了 當時也比較傻 就被騙了就被綠了 但綠完之後我就 就沒人清楚 感覺特別丟人 就自己坐在背包裡面在那兒哭 我父母好像就是 聽到這個哭聲了 就進到我的臥室 發現我在裡邊哭 就知道了原來我談戀愛了 而且我還被綠了 我跟我媽媽講 就是他就會問我說 這個人是誰 然後就是跟我討論 然後我也會跟他分享 就他會叫我給他看照片 或是問我說 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一些狀況 初三的時候 就是一會兒回家 被爸爸看見了 他們的反應就是 如果學習退步的話 就不能搞了 當時挺慌的 我跟我媽媽講 然後就是 他就是很冷淡 就是這樣 哦 不會說反對 然後也沒有說很支持 就是會提醒我說 現在還是學生 你現在是該念書的時候 高三 有一次 我給你領家去了 然後 睡覺了 我媽就把門打開了 就被發現了 你現在是早就好 我就不想像 打開了 你可能會被發現了 你可能會不會 你不是很想像